出门不光是步行 骑车还是开车 都得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 这不在辽城 有一位外卖小哥闯红灯出事了 中午11点45分左右 在辽城东昌府区振兴路与卫浴路路口 两位外卖小哥同时被一辆白色私家轿车撞倒在地 外卖乡内的食物洒落一地 一位小哥面部朝下趴在地上 另外一位小哥侧躺在地上 事故发生后 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把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万幸的是 两名外卖小哥因为佩戴了安全头盔 伤势较轻并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 两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 在路口左转时闯红灯 其次是白色轿车 在路口与黄灯时为减速慢行 再次我们交警部门 再次骑行广大市民 日常出行注意 遵征守法 特别是 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头盔在关键时刻 确实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 闯红灯那真就是闯鬼门关呢 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想赶时间可以理解 但是要知道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 最近的路 这几年呢 外卖队伍越来越大 有些外卖小哥为了多送餐 而无视交规 超速闯红灯 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千万要注意 这种抢时间付出的 往往是写的代价 这种抢时间付出的